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专业画画博主的画画小白 在过去的疫情三年当中 自己捣鼓或者网上学习 然后开辟了一个新的爱好 所以呢 用视频记录和分享一下 我的学画过程 那本期视频呢 我就主要是介绍一下 我最近在使用的画画器材 如果你想学彩杰画 但是又不知道如何选择的话 希望看到我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我也不确定 好我们开始吧 最开始的 我的第一盒彩签就是 三幅霹雳玛的24色油性彩签 颜色在后面有标注 我想说我非常的幸运 因为我在买彩签的时候呢 没有做任何的功课 也就是逛到画材店的时候 被这个封面所吸引 然后我画的第一幅画 也是这个封面 它的颜色呢 就是非常的饱满鲜艳 一些偏大纸 特别适合呢 大面积的涂色 也非常的顺滑 这盒彩签呢 我用到现在来呢 基本上很多色已经被我用完了 一支铅笔快用完的时候呢 我就会买一个这样的铅笔延长器 插在铅笔上就可以继续使用了 因为我画人像比较多 所以像肤色928 927 939呢 我都已经捕好几次了 所以买彩签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 就是如果某些色号使用完了的话呢 最好是要能买到单只骨色 而不是需要再去整合的购买 毕竟彩签专业的彩签也不便宜 这盒彩签呢 是我第一次购买 也是我至今为止都还在使用的彩签 有的时候接单 我也使用的是霹雳麻彩签 然后因为它实在是太好用 所以呢 我就很快的购买了它的132色 买一个这样的铅笔带 然后方便收纳 把同色系的红色绿色紫色蓝色放在一起 这样子用的时候呢 就很容易找到自己想要的颜色 一开始尝试过画过植物 画过动物 画过肖像 然后最喜欢的呢 就是画肖像 之后呢 因为机缘巧合 又买了一盒红色灰博架 这盒红色灰博架 脖子已经被我丢掉了 灰博架的品心呢 是比较偏硬的 这盒呢 应该是说学生级的彩签 它的品心偏硬 所以比较容易刻画细节 它的颜色呢鲜艳度和 保和度是比三幅霹零马要低一点的 很适合画一些小清新风格的 比如说植物啊 盆栽啊之类的 彩签呢 是橡皮不可擦的 但是这盒彩签呢 画的比较淡的时候呢 还是可以擦掉 所以我一般用它来起线稿 可以做适当的修改 这样子还是不错的 我的第三盒彩签呢 就是这盒国产的马可雷诺啊 这款彩签呢 笔心也是偏蜡质的 它的颜色也是非常的饱满 鲜艳亮丽 价格比较便宜 可以算作是三幅霹零马的平T 一般呢 我拿到一盒铅笔呢 会做一张这样子的色卡 方便呢 画画的时候取色 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 就是所选用的画纸 和色卡的纸张 最好是一致的 这盒彩签呢 有一些味道 有一点像是油漆 树木跟油漆 某种芳香厅的味道 我个人比较喜欢 但可能有些同学 不是很喜欢这个味道 总体来说呢 使用感受还不错 最近购买的一盒彩签 就是这盒卡达的 这盒彩签除了贵点 没啥毛病 它的颜色也是很鲜艳 说是一百年永久耐光 我还没活一百年 所以我也不确定 它说的到底是真是假 但是最让我惊喜的一点呢 是它比一般的铅笔要粗一点 所以呢 它的手握感觉是非常的舒适的 然后鼻心呢 也是偏硬的 该买哪一种彩签呢 对于彩签初学者 我有几个小小的建议 首先呢 儿童彩签呢 咱就不考虑 跟专业的彩签比呢 要淡很多 而且碟色呢 也非常的难以达到满意的效果 所以呢 第一 要买自己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任何一款专业的彩签都可以 便宜的有国产马可 日本三菱 贵的有卡达 性价比高的有三幅霹雳马 我个人呢 是最推崇的是三幅霹雳马 这是因为过去几年 每天都在使用 到目前为止 使用感受还很不错的 第二呢 新手呢 到底该买多少颜色的呢 六色或者十二色的话 不过好玩 颜色太少 选择太少 颜色超过一百色的话 对于新手来说的话 会出现 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选择 混难症的人来说 真的不知道该选哪一支铅笔 毕竟在普通人眼里 这一片都是红色 这一片都是绿色 这一片都是紫色 二十四色或者四十八色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第三呢 就是到底是选油性还是水绒 简单粗暴就是油性 上手就可以画 水绒的话 拿到手上还要想 要不要加点水 但如果你实在很想玩 那种水绒的效果的话 也可以选水绒 刚刚分享的是 我所使用的彩纤 以及对于彩纤初学者的 选彩纤的建议 那么现在呢 接下来是到了纸的部分了 什么是好的画彩纤的纸呢 首先呢 适合画彩纤的纸呢 是有一定的纹路 也就是说有一定的粗糙度 所以呢 普通的A4纸 我们就不考虑了 A4纸呢 它太薄 然后也没有纹路 也不适合叠色 特别的容易擦破 好的适合彩纤的纸呢 是方便彩纤上色 但是呢 又不能太粗糙 太粗糙的话 噪点比较大 也就是白色的颗粒比较多 画面呢 就不够细腻 一般的情况下呢 水彩本 彩纤本 素描本 白卡纸都可以 我来介绍一下 那些年我使用过的纸 我的第一个彩纤本呢 是跟我的铅笔 是一起在逛画彩店 随手买的 斯蒂摩 是一个美国的牌子 所以就在 美国的画彩店 占有一席之地哈 我在基本上 在每一个画彩店逛的时候 都能看见这个牌子 然后当时也不太懂 也没有做很多的功课 上面标注了 写了colored pencil 我就直接买了 它是30张 100磅 163克 克数呢 我所理解的就是 克嘛 就质量嘛 克数越高的纸呢 就越重 200克以上的纸呢 画完了会比较厚一点 比较有质感 不管是送给朋友 或者自己表起来 都非常的 有成就感 他们家的本子 有很多个不同的尺寸 有5×8 4×6 9×12 大的12×17 反正呢 根据自己的需求呢 你可以找到 自己想要的尺寸 这个纸呢 就是有一定的纹路 彩店呢 非常的容易上上色 厚度呢 不重不轻 显色度呢 还可以 它最方便的是 画好一张 这里呢 是可以手动撕开 也可以不撕留在上面 我当时买的 好像是11块美金左右 现在看来 应该算 我用的纸里面 还比较贵的纸 第二本纸呢 开始会追求一些 比较顺滑的效果 然后我就找到了这款 斯蒂摩 BRISTOW BRISTOW这款 纸非常的 它是270克 所以它的纸张 有一定的厚度 它的纸非常非常的光滑 前面说到 光画彩线的纸是需要有一定的粗糙度 所以呢 这款彩线呢 在画的时候呢 没有纸跟笔 接触到那种卡卡卡的声音 没有很灵魂上的契合 但是呢 它可以画出 非常非常的光滑的 细腻的质感 所以呢 很适合用来画 画人像 或者画一些 比较需要光滑平面的 具体 然后这款彩线本之后呢 我有一个韩国朋友 向我推荐了 另外一款 FABINA绘画本 200克 这个纸张就是 我最喜欢用 它比斯蒂摩 那个纸呢 更容易上色 这个厚度 也是挺让人满意的 最关键的是 它非常的显色 它的纸张偏白 显色度比较高 然后纸张是有纹路的 画上去呢 笔跟纸的 素感特别的好 但是因为它比较粗糙呢 所以呢 画人像画 很难得到 很光滑的皮肤 但是恰恰呢 是这种纹路 让我非常喜欢的 在我附近的画材店 没有出售这款本子 然后我还是托朋友 从国内的某宝上 给我运过来的 所以画得很珍惜 因为只有 只买了这一本大的 还有一本小的 然后我一直在找一款 比较便宜大碗的纸 我发现 这个本子还不错 因为我一直都在 买买买的道路上 买买了马克笔啊 有刮棒啊 粉彩啊 一直在做各种实验 然后被我买到了一款 性价比超高 然后很适合新手用的纸 用来画饼溪水彩 钢笔和铅笔 9成2 160克 纸张的厚度呢 可以 也是 也是这个 扣住的 可以撕下来的 很适合 先初学者 用来画各种 不管是人物 近物也好 还是 猫猫狗狗 都行 使劲造 反正 它便宜嘛 它有多少张 60张 我买的是9成12的尺寸 反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买大号的或者小号的 好 接下来介绍 重中之重 就是我过去两年最喜欢的有色纸 我已经画掉了一本 因为太喜欢又买了新的一本 还买了一个更大号的尺寸 我一般是画人像画 它真的是太好太好叠色了 除了太好太好 我找不到别的形容词 它很神奇 它的纸张呢 很薄 只有 只有118克 80磅 纸张是非常薄的 但是它可以无限叠色 怎么叠怎么叠 怎么叠怎么叠 怎么叠就可以 叠到三四种 四种或者五种颜色之后呢 纸张也不容易破 没有发现它任何的缺点 除了最近用马克笔在上面画 它也是能hold住 但是因为它 但是第二页有点透 毕竟因为它薄嘛 除了这一点的话 它真的没有任何毛病 因为它是油色纹 然后呢 它可以轻轻松松的 用黑色和白色 就能创立出很立体的效果 而且它很便宜 我记得我是打折的时候买的 五块美金吧 或者更低 良心发现良心推荐 俗话说 插身文具多 其实买了彩线和彩线本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画画了 但是呢 我还有一些 别的工具要介绍 有这些工具 你也不能画得更好 但是一定会帮助你更方便的画 第一呢 就是自动铅笔 0.50.7都可以用来起线稿 橡皮擦 也是随便什么 有名的 有名的橡皮擦 没名的橡皮擦 都可以用来修改线稿 铅笔延长器 刚刚在介绍三幅皮擦码的时候 已经提到过 当铅笔用到这个很暖的时候 已经无法画的时候呢 就买一些这种铅笔 延长器 打包价9块92只这样子的 削笔刀的话 也是任何品牌的削笔刀都行 我最近比较使用的多的是这个MJR 为什么画彩线需要用到刷子呀 因为有时候画得太用力太投入 铅笔交下来的碎线 还有橡皮擦掉下来的碎线 我们这样刷一刷就可以继续做画 接下来是高光笔 高光笔就是顾名思义 就是点一下高光 整个画面最亮的地方 这个是我的高光笔 一支一支的购买 但是我们刚画的时候呢 只要买这个日本樱花的一支就够用了 它比较便宜 又很好使用 其他的还有压痕笔 还有压痕笔浑色笔 压痕笔就是在画之前 用来勾一些毛发啊 最后就是留出空白的效果 这个以后再讲 我字笔就是把画面混得更光滑的 减低噪点的作用 这个以后也可以介绍 好了以上呢 就是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 后面呢我也会不定期的更新分享 如果对画画 特别是画彩线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